好我们的需要来做一下限制 不能让它无限制的滚下去 我们Ctrl加1进来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发现这个摄像机还是正着摆会好一些 所以呢我们复原一下 将这个弹簧币目标偏移复原 然后这一个摄像机的旋转呢 我们也复原一下 复原成最开始的样子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这个视野呢 我们更加正常一点啊 这样子来前后呢也会正常一点 好如何来限制呢 我们回到蓝图里面 然后事件图表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输出的这个值 给目标币的长度 让它有个最大值或是最小值 比如说我们的最小值靠的最近也就是300 然后隔的最远呢 我们假设它为1500好了 我们试下这个1500 这个值看看好不好OK 好也就是说它最小 从300到1500这个之间 在后面我们应该接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函数 叫做Clamp Clamp 限制一个浮点数 限制一个浮点数 看这个地方有个限制浮点 然后我们再连接起来 这里呢有个最小值 最小值呢我们设为300 最大值呢我们设为1500 这样子我们这个值就会从300到1500 之间来进行输出 好我们编译一下 保存 再来看一下 现在我现在往前面滚 它并没有动 但是我后面滚呢 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也滚不动了 也滚不动了 往前面滚 当我滚到这个300的位置 我也滚不动了 这样子呢就限制住了 我们使用的叫做限制浮点 我的输入呢是输入了Clamp Clamp 来进行限制 好点一下保存 编译 可能来与散播 seniors 有ущ有 SAL